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一个体积 套 里头有电荷的分布 里头有row的分布 row分布在这里 它是位置的函数 位置的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假如我在这里取一个 我把套写过来 这里我找一个参考点O 我站在这个位置 看到有电荷分布在这里 那么有个P点在这里 P点代表空间任意一点的电位 我们现在要问P点的电位是多少 P点的电位是多少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根据这个电位的电位的式子 P点的电位 VP VP等于什么呢 它是4π 1分之1 然后我们在这里取一个 小的体积基数 这个体积基数乘上row 就是等于DQ DQ 它是等于DQ over R 好 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这个位置我们算它是R prime Source region的位置 这个 是R 好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是R 对不对 根据这个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这是点电荷的电位 现在我们把这个DQ 我们就把它变成row 乘上D to 然后被R除 R除 好 我们要 我们写prime好了 要积整个的这个 圆区 积整个的圆区 OK 好 要积分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R 跟这两个R 有什么关系呢 好 我们知道这个R平方 根据余玄定理 余玄定理 我们令这个叫theta加 好了 它就是R平方 加上R prime平方 减掉两倍的R R prime乘上cosθ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R平方提出来 好 现在这里 R平方向提出来 里头R平方提出来就变成1 然后再加上R prime over R平方 然后再加上R prime over R的平方 再减掉两倍的 两倍的 提出一个R分母就有 这就是R 这就是R了 R分子R prime乘上cosθ 好 现在我们 这个式子很繁复 我们就令它等于R 我们就令它等于R平方 一加Y 先用一个符号 来代替这个式子 来代替这个式子 R prime of R 提出这个来 里头就变成R prime of R 减掉两倍的cosθ 我们先用这个做 最后再把这个值带进去 好 如果它是这个 那么R小R平方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 小R它是等于R 根号1加Y Y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目 很小的 OK Y它是一个小于1的数 我们在这里是 假设这个R 蛮远的 蛮远的 R很大 OK R远大于这个R prime 我们假设R远大于R prime R 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用二向式定理 把它展开 R分之一 就等于R分之一 1加Y 负二分之一次方 因为这个小于1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变成这样子 1 1-1 负二分之一 乘上它 就是2 然后再加上 负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减一 乘上二 三次方 三次方 展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 它是等于 R分之一 1-2 1-1 R prime over R 平方 还有一项 十六分之五 变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 再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我们就发现 这一次方的系数是这个 这个平方 怎么写成这个 平方向的系数 这个 扩弧 这个多像是 三次方 的系数是这个 这个扩弧里头 正好是什么呢 就是 polynomial 这是那个legenda polynomials 我们说这个式子 正好是legenda polynomials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R分之一 就写成 R分之一 然后里头呢 就是这些系数 我们都把 R分之一提出了 R分之一在这里 那它就是 Sigma 第一项是什么呢 第一项就是 R分之 R prime 0次方 我们就写N N等于0 然后1就是polynomial P0 那我们就干脆 通通都写成 N 乘上 Cosan Theta 所以 这个东西啊 可以化成这个 用polynomial 用这个legenda polynomials 来表示的一个 多像式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值啊 带到 P里面去 带到potential里面去 所以 V P点的potential 它就是 4pi epsilon 0 它是 它是这个 Rho D 然后R分之一 R分之一 我们现在就是用 那个多像式带进去嘛 它就变成 Sigma N等于 0到无穷大 好 R 好 那么 因为我们的 积分是对prime来积分 对圆区来积分 所以你这个分子啊 Rprime N字番要写在积分号的里头 所以这个是变成这样子 Pn Cosine Theta 然后 不是写错了 Dta Dta 这是对prime来积分的 对这个圆区来积分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它展开啊 这项哈 它有无穷多项嘛 我们可以把它 展开啊 我们 就 说这个可以等于 R分之一 N等于0 R分之一 然后这里头 R等于0就是1了 那这个就是等于 P0 Cosine就是1 它就等于 Rho Dta 好 再加上第二项 N等于1 那这就R平方分之1啊 所以加上一个 R平方分 这里有一个R R prime Cosine Theta Rho N等于1 所以R prime 就是R prime N等于1 就是Cosine Theta 然后第三项 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就看 第一项啊 这就正好是什么 就是这个 所有的这个Rho 成Dta 积分嘛 G 这都是G Tau Prime嘛 那就是所有的Q嘛 对不对 这个体积所有的Q 所有的电荷 都当作集中在这一点 集中在这 集中在一点 集中在一点 应该是说 这个电荷 全部集中在 在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 距离它是R R远嘛 对不对 所有的电荷 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当作一个什么 点电荷 Point Charge 来看 的电位 第二项呢 第二项就是R平方向 R平方是什么 是Diple的电位 Electric Diple 它跟R平方 它是跟距离的平方成比例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它就是等于说 有一个电荷极 有一个电荷极 是有一个电荷极 它 它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点 电荷极 在某一点 然后 在P点所产生的 P点所产生的这个电位 就是电荷极了 我们可以看成是 这个东西可以看成是一个电荷极 电荷极 OK 电荷极应该就是说 它 我们还是以这个作为原点 电荷极 它每一个每一点的这个 比如说有两点的话 它的这个 它这个R不一样 因为它是跟R平方成反比 所以是电荷极像 后面那个呢 R三次方有关系 它就表示它是等于电四极 电四极 那么我们 把这个式子 我们来写一下 极为 V字 多电极 展开式 我们是用 R二分之一 第一项 我们都能写到这一边 N等于零 N等于零 那么就是 我们从这里知道它是N等于零 那就是R二分之一 它为电单极 为单极像 这叫做 Mono Mono Po 它是跟R 成比例 R的一次方 成反比 第二项 N等于 它是O极像 叫做Dipo 它是跟R的平方 因为它是跟R平方 成反比 所以它就是一个O极像 好 第三项 四极像 它是跟R的三次方 成比例 好 N等于三 八极像 这个图我们画在这里 好不好 Monopole 单极像 R呢 是跟 V跟R 一次方成正比 好 那么这个 这是Dipo 然后Quadra 然后八极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 单极是很简单 我们看电单极 电单极像 这一项 好 VP 是等于 那边 4Pi Epsilon Zero 然后 就是说我们原点 设在这里 然后你要看的 电极在这里 你要看的这个电厂 或者电位 是在这一点 所以 你要看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就固定了 这个R呢 是一个定值 会变的是R prime 你看R prime 可能在这里 这个电荷可能在这些点 所以R prime 会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写成 R不会变嘛 所以可以把它 就它在积分号的外面嘛 那这个积分 就是Row 成Dita prime Dita prime 那Dita prime 一积分的话呢 那就变成 所有所有的这个像 所有所有这个体积里面的电荷 全部其中为一点 变成点电荷 变成点电荷 它在哪里呢 就是在原点 就是在原点 我们可以当所有的电荷 都集中在原点 在那边看 在这边 所有电荷都集中在这里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注明一下 你自己写一下 然后电荷集 电荷集下 我们先按照它的 原来的式子 它是四π epsilon zero分之一 R平方也是在这个积分号的外面 R平方 因为R是一个定值 然后呢 这个就变成 R Prime Cosin Theta 乘上Rodita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式子 变一变 这个可以变成什么 RPrime 这个Theta是这个角 Theta是这个角 Cosin Theta 好 我们可以写成 RPrime 乘上Cosin Theta 那就是等于R 不是R 不是R dot 等于的话 RPrime Cosin Theta 好 这个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Univector 就是RPrime 在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比如说你在这一点 这个RPrime 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投影 于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 就把它写成 这样子 4Pi Epsilon 0分之1 RPrime 分之1 R Univector RPrime 乘上Row 乘上Dta 好 这个是 这个 就是说 你看你哪一点 你这一点 RPrime 就是这个 你说这一点的话呢 你这个Dta 取在这里的话 那就是RPrime 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RPrime 你这个体积取在哪里 你这个DQ取在哪里 就是哪一点的这个 哪一点的位置 乘上这个位置 OK DQ的位置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 4Pi Epsilon Zero R平方 然后这个就写成 P.R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里头的P 就是什么呢 好 这个里头的P 就是Diple Moment Diple Moment Diple Moment 就是等于R Prime R 乘 Dta 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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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极举 称为 偶极举 好 你这一点 你DQ在这里 DQ在这里 它的位置是这个 这个乘上这个位置 乘上这个位置 乘上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地方的 要全部积分了 它 DQ称上这个 加上这边一个DQ 称上这个R 再加这个DQ 称这个R 全部加起来 这个叫做偶极举 偶极举 因为它相当于 P Vector 这个就叫做 Diple Moment 这是偶极举 所以这个偶极举 现在的偶极举 跟我们 以前那个偶极举 定义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说 什么叫偶极举呢 如果这里有一个 负Q 这里有一个正Q 这个当中的距离是D 那么它的偶极举 就等于Q的绝对值 乘上这个 这是真正的 就是两个电荷构成的偶极举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说 我这里有一群的点电荷分布在 一群的电荷连续分布在这里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呢 把它分成有电单极项 加上电偶极项 加上电四极项 电八极项等等 电单极就是所有的电荷都集中在这里 这是第一 这是电单极 偶极的话呢 就是 这个DQ DQ乘上这个 加上这个DQ乘上这个 RPRAN 再加这个DQ乘上RPRAN 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这个就叫做 偶极项 叫偶极项 它定义就是这样子 因为 它的结果是这样子嘛 它跟R的平方成比例嘛 R的平方 就是电偶极嘛 那这个上面呢 你看这个整个设置跟 我们这个 DIPO电偶极的 电位是 一模一样 所以说 这个P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可以当做是 电偶极 好 如果 这个电荷 它是由一群的 点电荷 分布 而成 我们就看它 电偶极局 电荷分布 的几何形状 这包括 它的大小 形状 极 密度 计算出来的 好 如果是一群点电荷 我们现在看 如果我们有一群点电荷 我们写到这一边 一群点电荷 我们可以画一个坐标 一群点电荷 比如说 我们等一等 跟 跟这个实际上的 电偶极来做一个比较 假如说 这里是一个 负Q 那么 它到 这个地方的 我们原点 说在这里 原点 说在这里 这是 R minus prong 好 正Q 在那里 正Q在这里 prong 这样子 现在是根据 我们参考点来看 参考点来看 他们之间的 这个 电荷极 电荷极就等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符号 变成 Summation 变成Summation 它就是变成Sigma R 对于1到N 这是 对N个 N个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的话呢 那它就等于什么 Q minus 乘上R minus 再加上 Q 应该是 负Q了 负Q了 正Q R prime 等于这个 应该是 等于这个东西 那我们可以把什么 把Q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R R prime 没有 这是 我们现在就是有 都能用prime好了 R prime 减掉R minus the prime 好 你看 plus减掉这个 是什么东西啊 是这个 是这一集啊 是这个 也可以用D表示 我们就是 D表示 OK 你看 这个 这个dipo 跟真正两个dipo 就是说我们 真正 假如这里 真的只有这两个 两个东西 不过在这里的话 Qi 这个不一定跟这个相等 不一定 绝对只不一定相等 如果相等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正好就是什么 Q 我们用D好了 D表示好了 这是我们真正的 这是真正的这个dipo 这是实际的dipo 这是真正的 我说过 这个里头的这个东西啊 不见得呢 它是等于这个 Q minus R minus 然后加上 Q plus R 你这两个不见得能提出来呢 它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电偶级啊 它就是电荷的分布 电荷的分布 它就会构成电偶级像 它就是 这个两个Q 就是不一不一样大就对了 不一样大 如果真正电偶级就是 一样大 我们 我们干脆这里写 R Q 等于 负Q Q 等于正Q 则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OK 比较清楚一点 嗯 好 如果是这样子呢 你看啊 那两个 如果Q的绝对值不一样的话 不一样的话 那 这个值不一样 不一样 是这个值哦 一样的话呢 就变成这样子 好 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四个电荷在一起 电四个电荷 在一起他的电荷几句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好 负Q 正Q 负Q 我们问他的电荷几句是多少 我随便找一个参考点 OK 随便找一个参考点 根据他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P P等于什么 P等于R' 等于Sigma N等于1 到4 R I好了 Ri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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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这个 乘上Q 乘上这个 DQ 就是Qi 点电荷 点电荷就是Qi Qi 好 那现在等于什么 你想想看 这个 是R 我们写这个是R' Minus 好吧 这个是R Plus R Plus 好 那么我们先看这两个 先看这两个 这也 也给我们写这样子好了 这R Minus Double Prime 这个写的 这个画的太下来了 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算它是R Plus 也是Double Prime好了 它就等于 所以负Q乘上R Prom 加上 正Q R 是Minus 加上这个 OK 好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这个 又是负Q R 再加上 正Q R Plus 好 变成这个东西 OK 这个 好 我们看这里 这个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Q 我们单单看这一项 这一项 它可以变成R Prom 减掉R Minus Prom 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好 这个呢 我这画的不好 这应该画的这样子 我这画的很 画的太 画的太那个了 我画这里就好了 画在这里就好了 就看得清楚了 然后这个是 从这里到这里 OK R Prom Plus Prom 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 相当于 没关系 我就先摆在这里 先摆在这里 好 再减掉一个 这个 不能这么写 干脆这样子写 好 等于Q R Prom 减的R minusProm 好 再加上这个 也把Q提出来 R DoubleProm 减的R minusDoubleProm 这个是Q 这个是 负Q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呢 是R minus R plus DoubleProm 到这里头是 R minus DoubleProm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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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这个 这个减这个 是这个 R 好 这个就等于 Q R 好 这个呢 R plus DoubleProm 减的R minus 这个 这个是哪一个 这个是这个 好 这个跟这个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我们写 负R 所以 这个是等于 加上一个 Q 乘上一个 负R 最后等于什么 是零 是零 所以我们就 得到一个 结论 如果是 四个电荷 如果有一群电荷 一群电荷 他这个 电荷的 总值 加起来 会等于零的话 那么他的 电偶级 电偶级 就是零 就是零 像这个 像这个是零 对不对 好 那你 是零 真正电荷级 这个是零 那么 如果他 不是 这四个 加起来 不会是零 就是不会是 这种状况的话 他的电荷级 不会等于零 这个不会等于零 好 那么 我们先把这些例子 讲一下 下一次我们做一个 结论 结论 关于电偶级的结论 我们就把这 multiple 展开式 我们就 就结束 那么我们就进行 第四章 这物质 戒电值内的电厂 就是有戒电值存在的时候 他的电厂是什么 我们现在是没有戒电值存在了 都是free free electron 都是free charge OK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